到南庭前幾天 鄉鄉團出 請黨的塑膏和地塞糙米 在在當地網路社團也引起在討論 管理院蔡董府和代表局主席 辛輝君特別邀請環保局來基盤宣明過 蔡董府表示 三個晚上接到民眾的檢舉了夠 環保局也像出動人員前往選擇 不過也是找不出原因 所以若公佑定名 比較有確定科技的狀況 可以來加減肥轉帥 用環保局來搭載 整幾天在東南庭四個都可以噴到 噴噴噴噴噴味以及燒溯的草味 因此也引起上面的列列討論 有面長就表示 在晚上五點都可以噴到草味 而且又非常燥噴 臭味的話是這一兩個禮拜都有 可是塑膠跟這種大吼心的味道 是這三四天的時間 五點多就開始有人聞到味道 到晚上十二點 都陸續續的味道 經由面長登頂後 關於完副董府以及頂面代表主席 深輝粉 就要求婚人觀光保局來 交開市民會 副董府表示 草味已經嚴重影響到頂面的 生活品質 所以也要求相關單位加強順了 希望可以趕緊找出武將來完 正是我們環保局來認證 接受民眾的認證 可以查出污染圓 行為導臨地區空氣品質 才可以那麼好嗎 我們來研究污染源 然後再加上風向的問題 來做一個分析 那我們也希望黃板局 再用專案的方式 來成立一個專案小組 針對這些污染源來做一個查出 因為草味實在是讓頂面非常困窄 因此環保局在正在民眾減少後 就趕緊出動臨完到臨境區有存在 但是到半個兩點多都找不到原因 未來也將會用空拍機 頂頂的設備加強順了 目前的風向是以北風為主 所以我們後續就是以 可能用北邊的部分來做一個查核 然後包括附近的一些類似 或有關的一些污染源 我們做一個機場 民眾也集出 直到晚上湯味也越來越嚴重 不在翠晚上實在是沒辦法出門 因此環保局也有提供減機轉帳 大家若是發現科技的情形 可以馬上向他們通報 這會找出武將來玩 行為頂面穿起空氣 記者刷上臨 蔡宏博德